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 自由人的期货交易人生 你看了那么多书 研究了那么多的技术分析与指标 你有赚到钱吗 天才超板手这样的问我 这是一个当头棒喝 由于这句话 我把家中所有 有关技术分析与指标的书 全部丢掉 我不再花时间去研读 我们两个开始观察盘面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期货的波动 我们发现 只要台积电敲大单 期货一定会朝那个方向波动 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我们开始观察台积电的五档报价 与成交名气 并且把它放在我们正中间的荧幕上 这是我们两个发现的第一个交易策略 也就是说 跟着台积电的大单做期货 就这样简单的交易策略 让我的当中获利开始稳定的成长 由于我的保证金只有15万 而当时一口大台需要12万的保证金 所以我必须要很小心的交易 于是我定下一个停利的规则 一天的获利超过3000块 就停单 今天就收工 只要我今天做到3000块以上的获利 这代表着我在交易市场上又多活了一天 那么我明天又有机会继续再交易 我就这样一天过一天 慢慢地 我的获利从一天的3000块 成长到一天1万块不等 在统一期货的第二个月 我就赚了10万多块 从此之后 我每个月的获利 就一直落在15万到25万之间 直到我跟天才超班手 在2003年的9月 开始做金融期货 获利开始大爆发 2003年的9月 我们发现金融期蠢蠢欲动 研判这是政府基金 为了总统选举 要来拉台金融股 拉高台股的指数 提高总统胜选的机会 于是我们两个用同样的招数 做金融期 也就是说 我们看国泰金 富邦金的大单 做金融期货 经过半年多的交易经验 我们的当冲交易手法更进阶了 我们发现期货在现货敲大单之前 都会偷跑 所以我们也跟着偷跑 那时候的现股戳合 是20秒一戳 在我们偷跑之后 只要下一戳出现现股大单 我们就中仓再度加码 然后赚一小段就出场 2004年1月的某一天 现股刚开盘不到5分钟 天才超班手就一直推着我的手 叫着说 你来看 你来看 100万 100万 我心想 现在很忙 正在赚钱的时候是要看什么 我撇过头看了一下他的浮动损益 哇 竟然超过100万 我很惊讶的说 你到底打了几口 他说 一开盘 我就十口十口一直丢 总共打了100口 把金融期 900点的整数关卡打过去 然后他就喷出去了 现在可以平仓休息了 这时候 只有人打金融期 才赚了5万块 我说 你等我一下 我再打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我收工了 今天 我赚了15万 创下生涯的单日获利新高 这一段时间 我们每天在金融期货的成交量 占了整体成交量5到15% 我们两个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融期货大户 今天的交易人生就做到这边 下一周的主题是 319枪击案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拜拜